都不一样 但是 所以对所有众生的无量的烦恼 你要找出无量的方法 怎么样来帮助它 那你要开始学这个 你不能懒 你不能自己呆滞 或是不用脑筋 或是太直 没办法 要善巧 要有方便 那当然 当你有这个善巧方便 动机 佛菩萨会加持 人会有直觉 知道吗 直觉就是 你出门就突然想到钥匙 这就佛菩萨告诉你 护法神告诉你 你钥匙没带 他会给你一个直觉 所以那个时候你会感应 诸佛菩萨这些护法太慈悲了 他让你想到 你想不到的 他让你看到 你看不到的 你会觉得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不可思议 那我想 那当时问谁 你要打开你的心 打开你的心 当你把窗户打开了 鸟啊 蚊子啊 什么都会飞进来的 也就是说 那你愿意把你的心 打开 不要怕 也不要畏惧 也不要有所求 然后 我怎么样 我只希望 这个法会办得很好 这件事情办得很好 然后有这个悲心 我们负责这个 然后呢 到底会怎么更好 你要去花时间想 那佛菩萨会给你加持 那所以事情会达到一个最圆满的阶段 显现一个最好的像给你看 这样最好 再来 我和前夫的共业 为了生活 在家里开道场 养小鬼 咚咚咚咚 是泰国人的英灵 我最后也被抛弃 来到新加坡 流浪 小三 也变成四个孩子的妈 常常身体不舒服 噩梦年年 请师父帮帮我 我该怎么办 人生的路还是很长久 我第一次来法会 非常感谢师父 我想过去我们的因缘 乃至所谓的痛苦 可以转化为佛教的祝缘 来 当愿所有古曼童 你只要从今天开始 过去我们可能 所谓养小鬼来赚钱 当然你也受到了一些伤害 那这些小菩萨 他伤害你是因为 他很痛苦 他很痛苦 他只是 那因为我们拿他赚钱 拿他的痛苦来赚钱 给他身上撕了一些法力 那些法力还是在的 让他去替他的主人办事 那个很厉害的 这个世间真的是如此 但是我们现在向他们忏悔 而且生起对他们最大的悲心 因为他们现在妈妈 已经不认他们了 他们已经被卖成一个奴隶一样了 受人使用 所以但是我们就一直对他很好 希望他能够 真的去到一个最快乐的世间 或是投胎一个到最爱的妈妈家里 你要经常这样来给他回向 但是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歹命 然后你说对方的 你现在在娶的这个太太 现在也生了四个小孩 那当然你对他也要慈悲 你千万不要 也不要去埋怨你的先生 也不要对你先生 现在娶的这个妈妈受苦 不过这个世间 人为了钱 为了情还真苦了 对不对 这两样东西好像很甜 但是呢 他是放在刀上的蜜 本来就很苦的 但是那你希望 你自己的遭遇 希望别人都不要有这个遭遇 已经有这个遭遇了 你对他生起悲心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这样讲 那你就开始很努力朝这个方面 去想 去帮助所有的 这些人家所谓的小鬼古漫童 来 所有古漫童 归佛归法归身 归不动如来 归观世音菩萨 归子母菩萨加持 归佛敬归法敬归身敬 法号妙童 他们是快乐的 唯妙的 妙童 愿所有妙童来 童享三天法会 各项功德 奥阿虎 引导你的主人 归衣三宝 断恶修善 奥阿虎 那古漫童会不会有功德啊 他的主人相信他 供养他 那他来引导他的主人 开始来拜观音菩萨 对不对 开始来信音果 利用他的影响力 那这古漫童 胡报云源够了 来 听一下 往生妙喜净土 那么不动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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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你听我这样讲 我已经在操作了 对吧 我已经在很认真的 按照佛教 在感化 皈依 超度他们了 那这个就是保持在 一个悲心的 一个行为心态 这个是最重要 至于 他 这些古漫童 有没有得到超度 你不要太在乎 你要相信 有没有 不可思议 而且这些古漫童 也成为 现在 在供养他的主人的 一个助缘 他变成 善才童子 对不对 他变成龙女菩萨了 因为 你有观音 有慈悲 他们就会变成 善才龙女 所以 我想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 因为无名 而不得不 做的事情 我有一个朋友 老实说 他赢了我很多钱 后来我才知道 他去马来西亚 养一个回来 通通在赢钱了 但是后来 太太离开他 事业倒掉 后来中风 因为 当然 一个不好的动机 但是他之前 真的输了很多钱 输到公司都会倒掉 后来呢 他活着就在 找人赌博了 温暖的 但是很可怜 但是 这些负面的力量 也很强的 但是我们要 对他 都要慈悲 这就是佛教的方法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士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佛陀佛陀的故事 佛陀本生的故事 大象 大象舍生救人 好热啊 爸爸 爷爷 死亡一般的沙漠 一望无际 然而 他们并不知道 这座沙漠中 还有一片绿洲 充满了生机 菩萨 转身为一头大象 就生活在那里 绿洲 是绿洲 大家快过来 妈妈你看 一头大象耶 你们是谁 从哪里来 唉 别提了 我们的国王发脾气 将我们流放到了这里 让我们自生自灭 我们已经在这漫无边际的沙漠里 走了好多天了 水和食物都没有了 原以为会死在这荒漠里 大象心生怜悯 非常同情这些可怜的人们 大家先好好休息 要走出这片沙漠 还需要很多天呢 你们得多储备一点水和食物 你不知道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携带的装备了 我们以为快要死了 装水和食物的容器 几天前就丢弃了 可是从这里走出沙漠 还需要好多天时间 在缺水缺粮的情况下 你们根本不可能走出这片沙漠的 我还有孩子 难道说 孩子也要跟我死在一起吗 与其在沙漠里渴死 热死 我宁愿留在这片绿洲 对 我们就留在这里好了 那种又热又渴又累的日子 我一分钟也忍受不了了 遗憾的是 这片绿洲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食物 可以提供给你们 你们若留在这里 那过不了多久 也会因为饥饿而丧命的 苍天啊 请给我们一条火路吧 大象看到这一幕 觉得这些人们实在太可怜了 他得救救他们 大家不要灰心丧气 我有办法让你们顺利地走出这片沙漠 这是真的吗 大象 你有什么办法 请告诉我们吧 你们顺着这条路走下去 可以看到一个湖泊 湖边有一座小山 你们可以在湖边喝点水 休息一下 然后再去山脚 在那里有一头刚死的大象 你们可以用他的肉来冲击 用他的肠子来装水 有了水和食物 你们就可以走出沙漠了 孩子 我们有救了 大象悄悄避开这些人 他迅速地走向山丘 来到山丘的顶端 望着山顶 他决定牺牲自己 这时 刚才那些人 喝足了水 休息了一阵子后 来到这里 大家快看 这里果然有一头死掉的大象啊 这些人饱餐一顿后 又用大象的肠子做容器 装满了水和剩余的肉 准备离开 大家快来看 我们吃的这头大象 是不是刚才救我们的那头大象 如果真是它 我们怎么能忍心吃它的肉啊 我们不能吃它啊 是啊 它是我们的恩人 我们怎么能吃它呢 是啊 我们这样做不对啊 这些人自责起来 他们对自己没有仔细观察的鲁莽行为 感到抱歉 事情已然这样 我们大家都很难过 可是难过也没有用 大象是好意 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我们 我们应该遵照它的意愿 活下去 走出这片死亡沙漠 才是对它最好的报答 还有 我们应该好好安藏它 以报答它对我们的恩情 于是 这些人将大象的尸鲁埋葬在这片山崖下 并相约将大象舍身的故事 口耳相传给自己的后人 众人忍着悲痛 在大象的坟墓前 靠拜了很久 才离开 这些人经过很多天的艰难跋涉 终于走出了大沙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